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14号,星期二 今天跟各位聊一聊习近平的同父异母的一个兄长 叫习正宁,正确的正,安宁的宁 但是他的原名叫习富平,就是富裕的富,平安的平 大家都知道陕西省有一个富平县 习中勋就是富平县的人 所以说用自己的家乡这个县名来给儿子起名 而且是第一个儿子,应该是长子 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富有意味的 应该说这个名字在陕西人地域文化里边 叫富平还是挺好的一个名字 又富裕又平安,这非常好的名字 又跟这个县名能够相符 那么这个同父异母,也就是习中勋以前结过婚 他的第一任妻子叫什么名字呢 叫好明珠 好明珠呢,是陕西紫长县 安定县,安定县瓦瑶宝人 大家都知道有个著名的瓦瑶宝会议 那就是中共到了陕北以后 有关那个抗日的大政方针策略 是在瓦瑶宝会议上完成的 那么这个好明珠就是瓦瑶宝这个当地的人 他是哪一年出生的呢 是1916年出生 2006年去世 活了这个虚岁,应该是90岁 十足周岁呢,还差一点点,差两个多月 所以呢,也就算90岁吧 那么他比习中勋小三岁 对,小三岁 因为习中勋是1913年出生 这个好明珠呢,是1916年出生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就是当时呢 好明珠是在当地 是属于这个复联干部 他们就很快,很早就认识了 认识以后呢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吧 也是有人这个从中 帮助联系介绍 然后呢,就跟习近平呢 结了婚 结婚之后呢 生了几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呢 是个女孩 叫习和平 1938年出生 到1968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文革嘛 在文革期间这个不堪被迫害 然后自杀了 那么也就是30岁左右 这样一个年龄就自杀了 很可惜 二女儿呢 就是第二个孩子呢 也是个女孩 叫习干平 也有人说是习钱平 然后还有一个化名 就是叫好平 因为他妈妈姓好 那么 他呢 这个 这个二姐呢 好像 他倒是 后来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很长时间 刚才讲的这个大姐 习和平 自杀的时候呢 还留下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有母亲 好明珠 代为抚养 那么 习中勋 跟这个好明珠 他们结婚之后 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其中有两个孩子 夭折 就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 所以 剩下来的三个孩子 就是两个女孩 一个儿子 刚才讲了嘛 这个大女儿 和二女儿 再加上第三个孩子 是个男孩 第三个男孩 就是这个习富平 那么习富平 是1941年出生 刚才前面讲的 老大习和平 是1938年出生 老二习干平 是1939年出生 就相差一年 到了1941年 有了这个儿子 本来呢 一个家庭 有了这样几个子女 应该不错啊 就是而且 夫妻两个 也都是风华正茂嘛 应该是很好的 在延安呢 相对来说 生活也比较稳定嘛 那个时候习中勋 担任了这个 一个地委的书记 就是陕北的一个地方 叫隋德 隋德地委书记 他当隋德地委书记的时候呢 有一天 来了一个帮助他工作的 年轻女孩 只有17岁 这个女孩呢 就是来自北平的一个学生 叫做齐欣 也就是习近平 生母 那么认识了以后 这是当时呢 只是一个领导 一个 就应该说 很大一片地方的领导 和一个年轻的 十几岁的一个女孩之间 第一次相见 倒也没什么发生 什么事情 但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 后来呢 经过何昌公的介绍 何昌公认识 这个认识齐欣的父亲 也认识齐欣的姐姐 齐欣的父亲是谁呢 他叫这个齐后知 是北平 北大法律系毕业的 那么他的年龄呢 就是这个齐后知 是1894年出生 然后呢 到了1922年 在28岁的时候 才从北大法律系毕业 毕业以后呢 短暂的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 然后呢 他就 应该说是从政很长时间 当时直立省 大家都知道直立 就是河北吧 就是 但是当时他另外立了一个省 就是直立省 他当时呢 在直立省政府当秘书 当了一段时间 后来呢 跟阎西山的政府 又取得了联系 就是到三西去任职 所以齐后知去三西的时候 当然是把自己的孩子都带过去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 其实啊 齐后知是在为国民党工作 那么他的女儿 齐云 就是比齐心大 齐云呢 已经为共产党工作了 后来没过多久呢 应该说 齐云又是到延安 带着妹妹去延安 对吧 那么齐云的丈夫 叫魏正武 又名又叫这个魏健 这个人呢 曾经担任过东北 东北民委的副主任 就相当于民政局的副局长 后来也当过 东北农业部的副部长 然后呢 又当到北京 又当国家农业部的副部长 但是呢 他去世 是在1980年就去世了 这个是 应该说是齐心的姐夫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齐心的这个简历啊 或者讲出生是非常奇特的 他当然出生在北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然后他父亲后来从政 不但在这个直立省 担任过政府的工作 后来到了三西省 还在三西省也当过两任县长 那么在直立省的时候 除了当省政府的秘书以外 还当过一个河北的一个县长 所以加起来 他当过三个不同县的县长 其中包括三西的黎县和长治县 都当过县长 那么齐心 按道理来讲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就应该衣食无忧 应该好好读书才是 但是他姐姐看来是一个受共产思想 影响严重的 一个所谓当时的激进的青年 进步青年 所谓的进步青年就是激进青年 就是他很早就受到共产党的影响 所以齐心要去延安 去延安投奔革命 把自己的妹妹带上 她妹妹只有13岁 那当然可能是不是因为 这个齐后知 工作太忙 然后呢 我看很多资料里面都没有提及 他们的母亲 是不是在比较小的时候 他母亲就不在了 所以当齐后知无瑕 顾知 顾及这个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作为姐姐就把这个13岁的妹妹 带在身边 就带到延安去了 带到延安以后呢 更加奇特的是14岁 她就能加入八路军 你想想一个小女孩 14岁怎么就变成八路军的 不管你说她是打仗 还是在机关做工作 14岁也是太小了嘛 就说如果没有点特别的关系 还真当不了 我估计呢 他们还是 齐云这个女青年呢 还算是比较有办法 又有文化 见多诗广认识的人很多 估计呢 也受到了一些特别的关照 所以呢 齐欣 14岁加入八路军 15岁入党 这都是算破格吧 很少会发展15岁入党 一般都是18岁嘛 18岁入党 那么所以呢 这个齐欣的这种早年的经历 就说明 他们家的这个背景不同寻常 就是 然后呢 1941年春天 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你想想 一个外面来的 投奔延安的一个青年 知识青年 怎么会受到这么多的关照 小小年纪 就有了这么多的镀金光环 然后 这个到了1942年 又进入延安大学 中学部学习 你想想 1941年都进了中央党校学习了 然后 第二年 居然又进了延安大学的中学部学习 所以他年龄一直比较小 一边学习 一边工作 然后呢 何长工介绍认识以后 首先是在1943年冬天 刚刚进入冬天 习中勋就正式的跟好明珠 谈话 说要跟他分手 离婚 而且 根据好明珠的女儿 回忆 就是说这个 也就是 二女儿回忆啊 根据他二女儿的回忆 说当时他妈妈说 这个父亲讲话非常的凶狠 就是非常的绝情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平时生活中 也许有一些口角 但是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啊 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 一个是负责妇女 互联工作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和冲突啊 居然两个人就要分手 当然呢 这个好明珠是不愿意分手的 好明珠生了几个孩子了 这孩子还小 他当然不愿意分手 但是习中勋呢 就非常的绝情 就一定要跟他分手 分手的原因呢 他说是好像性格不合呀 什么什么的 找一些理由 但实际上呢 就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喜欢上了齐心 17岁的齐心啊 他已经喜欢上了 所以呢 齐心比当时 好明珠小多少岁呢 小10岁 你想想 一个女人生了五个孩子 按照这个中国的俗话说呢 是不是人老猪黄了 那时候阴阳条件各方面都不好 生了五个孩子以后 那是不是不能跟 比他小10岁的 只有17、18岁的 来自北京的 来自北平的 这样的一个年轻女学生 相比 那当然是 习中勋更喜欢后者 对吧 所以呢 他就经过何长弓介绍 很快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在1944年的4月28日 正式的跟齐心结婚 这么跟齐心结婚之后呢 这个齐心当然是 也得到了很多重要的安排了 好明珠呢 从此之后 就跟习中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当然孩子还是有一点相互之间 要通通气啊 噪音一下孩子 到了1949年 习中勋那时候先是在西北局 对吧 后来呢 要调到北京工作 1954年 所谓五虎进京 其中一个就是习中勋 对吧 代表西北局 到北京呢 那这个孩子上学怎么办呢 其实在那之前呢 这个据说 习近平就让 这个好明珠把孩子 送到北京上学 因为他自己早晚要去北京 所以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在时间衔接上面呢 他是早做了安排 就是习中勋很早想到 自己要去北京工作 所以呢 让好明珠早一点把孩子 送到北京去上学 所以在1949年 据说这个习富平和毛远新 他们就在北京的育婴学校学习 北京育婴学校呢 那应该是 也是很好的学校了 那包括中央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孩子 有进育婴学校学习 然后到了1954年 他们从育婴学校被保送到101中学 101中学和八一中学 都是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子弟学校 这两个学校呢 应该说都在海淀区嘛 尤其是101中学 离清华大学很近 离北大也很近 我过去在北大上班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骚子营 住在这个老任员的时候 不是老任员 说错了 这个 在北大那附近吧 就说包括我儿子 我都问他 要不要进这个学校 其实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就安排在北大附中了 所以呢我就问问他 他说 这个 现在不行了 101中学和八一中学 现在都没 以前那么好了 所以我儿子一直是在北大附中读书 没有进这个什么1012 8181学校什么之类的 当然有人说那个时候 以前你是想进也进不去啊 但是到了后来 就是应该是你想进还是有办法进的 就是刚才讲到了 就是说 这个后来呢 这个习富平 在101中学上学的时候啊 他跟几个人是同学嘛 一个是毛远欣 一个是杨尚坤的儿子 杨绍明 他们都是这个101中学的同学 其中 毛远欣入团的时候 他的入团介绍人 还是习富平 习富平 可能比较成熟一点 就是加上家庭变故 应该说他性格呀 各个方面来讲 比较内向 懂事懂得早一点 那么后来呢 他们在101中学学习 这个习富平呢 他这个因为没有父亲 给他特别的关照 所以呢 学习也特别的努力 然后呢 这个在1960年 就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当时就在北京嘛 因为到文革期间 1970年左右的时候 中国科技大学才转移 这个逐渐的向 安徽合肥转移 所以呢 那个在那之前 中国科技大学 就是中国科学院 最重要的一个学校嘛 当然也属于科学院 和教育部 这个应该说 共同的领导 那么 他呢 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的 自动控制专业 也就是那时候 为了保密嘛 称为六系 按道理来讲 一般的大学 不应该有什么保密 但是呢 中国科技大学似乎 好像是国家的一个科学方面的宝贝 有特殊的安排 那么他是六系毕业的 然后呢 是什么时候毕业呢 1965年 就是那时候的学制呢 都是五年时间 不是说 普通大学都是五年 而是有一些大学是四年的 一般大学是四年 像他这些比较重要的理工科大学 包括医学院什么的 一般都是五年 那么他毕业以后呢 去了陕西滬县的一个 非常偏僻的山沟里面 有一家国防科研单位 一般人要做到保密嘛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科研单位工作 那么在这一毕业工作 那么就是一待就是13年时间 非常的闭塞 与外界几乎隔绝 因为这个背景呢 是什么呢 大家记得吧 1962年 习中勋因为受到这个小说 刘志丹 长篇小说刘志丹那本书的影响 连带 因为当时康生向毛泽东说 这个利用小说反党 这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就是 认为他们在为高纲翻案 所以呢就是 把习中勋也受到了牵连 习中勋就坐牢了 从1962年坐牢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平反呢 一直到1977年 78年 打倒四人帮之后 开始为老干部平反的时候 习中勋才被释放 所以在中间那么十几年时间 都是在监狱里面 那他的儿子 当然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 这个待遇和安排 所以跑到一个三沟沟里边 科研单位去做科研工作 这也倒上不错的一个安排 那么在这期间呢 他改名字了 因为本来他爸爸就等于是抛弃了他妈妈 对他这些孩子呢 当然不能说没管他 但是毕竟不如第二个妻子 第二个太太生孩子那么亲近那么照顾 对吧 所以呢 再加上父亲后来受到了政治上的这种 应该说被看作是一种罪行 被关到监狱的话 那他的儿子也不希望 受到这个各方面的影响 所以他改名就改成了习正宁 跟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习中勋没什么关系 因为习中勋起的名字 给自己的孩子名字都起的贫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都是什么什么贫 都这样子起的 那么所以 当然有人说那个后来的孩子 就第二个老婆娶的这个就没有用平嘛 习安安了 什么什么的 习乔乔了什么之类的 那么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妻子生的孩子都是叫什么平 那么后来这两个儿子也叫这个跟平 连下来了 习近平习远平 那么后来呢 打倒四人帮了 习中勋也平反了 就是说习正宁按道理来讲的话 前途 政治上的前途应该更加光明了 那么在1979年的时候 有了一个机会 就是当时解放军后勤学院招人 而且呢 招的人恰好是 跟这个习近 习正宁的这个 应该说他的专业方向 是比较接近的 然后人家就要他 就要调他到北京后勤学院去 结果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习中勋居然打了个电话给耿彪 因为耿彪那时候是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而且是国防部部长 后来当了国防部长 就79年的时候 那个还是在主持中央军委 当然他不是以军委主席的那个身份 而是军委秘书长的身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耿彪后来就跟后勤学院说 说不要调他来 就没有让他调成功 这个事情呢 那肯定习正宁很伤心啊 而且习中勋还同时给当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马文锐打了招呼 他跟马文锐是老关系了 在西北局的时候就是老战友啊 打了招呼以后呢 要他安慰一下习志宁 可能这个我猜想啊 也不是习中勋本人的意思 他恐怕是齐心或者其他人有什么说法 然后习中勋呢 两头为难 一个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虽然是前妻生的 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有什么政治前途不希望他更好呢 又怕到北京容易惹麻烦 你到北京 你不到家里援包啊 人家会有闲话 说自己的儿子都不能进家 说明这后妈多狠 你如果进家的话 又容易制造矛盾 产生矛盾 所以呢 还不如就是留得远远的 让他不要接近自己的家庭 所以呢 我觉得习中勋在这个方面 可能是顾及到齐心的 就怕老婆吧 没办法 就这样子做了 那么他跟马文睿说了以后 马文睿就安慰他 说这个政治上发展的前途很多 不一定非要到北京去 接着呢 很快就把他安排在陕西省委组织部 陕西省委组织部 当然对于年轻人的进步发展 应该权力核心分配部门吧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的 所以呢 他在陕西省委组织部过了几年 就是在1983年秋天 他已经担任陕西省委组织部 亲干处副处长 青年干不处嘛 副处长 这个在1983年来讲的话 这也不错的一个位置了 而且很重要嘛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有一个插曲 有一个年轻人 在1983年也到了这个处 作为一个干事 什么人呢 叫齐玉 大家不要一听这名字 就觉得要跟这个齐心联系在一起 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姓齐而已 齐玉呢 他在1983年到1984年 就在这个处当干事 那他的上司呢 是习正宁 那么习正宁呢 也比较欣赏他 所以呢 经常锻炼他 给他一些机会 那么到了1984年 1984年到1986年 这两年期间呢 这个齐玉呢 就被派到西安市的坝桥区 十里布乡 去担任副乡长 然后1991年到1992年呢 成为这个副处级调研员 就是慢慢的就把他提拔上来了 那么齐玉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外交部党委书记 也就是说外交部 如果要有党的领导 那他就代表党 同时呢 他有好几个职务呢 他以前不是外交部的 也没有做过外交工作 那他以前呢 还担任过这个 纪委啊 监察部的一些重要工作 而且这工作现在呢 也没有把他这些职务撤掉 难道说他那个三头六臂吗 他既保留了原来的那些职务 同时呢又担任这个外交部的党委书记 所以这个任命是有点奇怪的 而且呢 这个人是跟习近平 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有着很近的关系 所以说习近平的这种用人啊 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除了自己的亲戚朋友 都是要用一些 他在他看来比较可靠的人 这是题外话 我就顺便提一下 那么 这个当时呢 这个习正宁啊 在陕西应该发展的不错 因为陕西毕竟是父亲以前的老家 而且大部分这个革命生涯 以前开始的地方都是在陕西 再加上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是自己父亲的好朋友 所以这点应该没问题 他在任上呢 就已经就是说 在马文锐当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 他已经被提拔到了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这样一个职务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级别看起来不是很高 但是呢 这是权力核心部门啊 非常重要 外放到外地的话 去当一个第四级干部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甚至还可以更高 以后可以进入到省委的这个预备队里边 这个是在1986年 这个习正宁就担任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地位和他的重要性 超过了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毕竟还小嘛 习近平比他小多少岁呢 这个习正宁是1941年出生的 习近平是以后53年生的 相差12岁 那么后来呢 在1986年 不是应该是1984年 1984年的八月份 有一个什么情况变动呢 就是邓小平把马文睿 遭到北京去当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不算是有失权 但是呢 马文睿他毕竟到了年龄了 所以他只好就是说 做一个二线安排吧 那他就到了北京 那么这个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当时胡耀邦指示在全国要进行试点 就是进行民主选举 选举出省委书记 所以经过四轮的这种 吴敬明投票 吴敬明投票呢 就是能够表示出这个真实的民意吗 而且是在什么人之间投票呢 是在陕西省 300多位县级以上干部中间进行这个投票 结果呢 这个叫白纪年这样一个人 得到了最高的票数 所以呢 当选了这个陕西省委书记 那么这个事情当时 这个包括外国媒体都来报道 说是说改革开放以后 共产党进行了很多的民主实验 这是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 当上的省委书记 所以大家对白纪年这个人呢 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其实白纪年当年呢 也是受高纲那个案子的影响 受到了牵连 那么也是 应该算是不错的一个干部 对吧 而且白纪年原来也就是希望 他以后会把这个习正宁就是给他默证 原来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让他当正部长 就是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 就稍微再等一等就可以实现的事情 但是很不巧 大家都知道 86年中国发生了学潮 胡耀邦受到了这个整肃 谁整肃他 当然是邓小平整肃胡耀邦了 胡耀邦被撤职 撤职以后呢 对胡耀邦所重用的人 或者是受到他影响的一些人啊 都要被追查 有人说这个白纪年就是在胡耀邦 提出要在全国 对一些省委书记进行民主选举下 才当选的第一位省委书记 那这是带有符号意义的 应该算是胡耀邦的人 其实呢 白纪年在这之前跟胡耀邦 没有太多的接触 也谈不上是他的人 但是如果人家这么认定 你也没办法 所以到了1987年 他这个省委书记 就被莫名其妙的就被撤掉了 撤掉本来以为是另做安排 但是一直没给他安排 一直到1993年 胡锦涛 那个时候胡锦涛成为常委 还不是这个高级领导人 对吧 刚刚当选为常委 胡锦涛找他谈话 说这个在当时政治形势下 做出了这样一种安排和决定 他谈话以后也没有做什么新的安排 也没有说那个 反正就是说白纪年是被耽误了 怎么白白耽误了好几年时间 从1987年到1993年 中间六年时间 没给他安排什么像样的职务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既然白纪年 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 他没有行使他的 没办法行使他的省委书记的职责 所以呢 习正宁在那个时候也没有被后来的省委书记 再把他任命为陕西省委组织部长 或者得到其他的重用 没办法 后来他去了海南 去了海南以后 在海南担任过什么呢 海南司法庭厅长 是一个政厅级的职务 然后呢 在海南当了省委政法委书记 那么政法委书记 现在的地位提高了 比以前高了 以前也没那么高 也就是政厅级 只不过在有些方面更加得到重视 还不是副省级待遇 现在的政法委书记 可能是有副省级待遇吧 就是说 因为政法委现在的这个职责地位 好像提高了很多 当然也不一定啊 就是说你看看什么人 什么时代 周永康时代 政法委书记非常的地位高重要 现在周永康之后 好像政法委的地位 似乎也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对吧 所以呢 他呢 这个在海南 应该说还干得不错 但是1998年11月27号去世 中年只有56周岁吧 所以这个人也是蛮可惜的啊 就是说 突然死掉了 这个死因呢 我现在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到底是病死的 还是意外 出了什么事死的 应该说病死的概率是不是高一点 但是呢 你很难讲 因为五十几岁 还算的是年富力强 究竟怎么死的 有点蹊跷啊 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其实 就是给大家 大概的介绍一下 这个 习近平这样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习正宁 当然习正宁呢 他是自己 是有才华 有学识 他当年 就是说 进中国科技大学 他是考进去的 是凭自己的真实水平考进去的 那个 毛远欣呢 是被保送到 哈军宫 那是 也是中央高级领导人 成对的地方 就是如果可以保送 他为什么不能被保送去呢 大家想一想 我刚才讲的 1962年 习中心就被抓进去 做监狱了 所以呢 对习正宁 应该不会 那时候还叫习富平 应该不会有特别的 关照 所以呢 他得靠自己去考 而且1965年 这个1960年啊 我刚才说错了 1960年考考大学 习中心还没有被抓进去 没有被抓进去呢 他也是凭自己本事考上的 那么 还有一个人是凭自己本事考上大学的 考到北大历史系的 就是杨少明 杨尚坤的儿子 所以呢 毛远欣是被保送进哈军宫的 而这个习富平 和杨少明 都是凭自己本事考 一个是进中国科技大学 一个进北大 对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背景介绍一下 那么其实呢 要说的是 这个习中勋啊 这个人我们平时 对他是 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印象 在共产党的高官里面 算是一个 比较正派的 尤其是被 毛泽东冤枉 这个给他搞了多少年之后 再给他放出来 他还说了一些人话 办了一些人事 但是呢 仔细的认真的分析 剖析一下 习中勋也不会 也不会是人们想象的 那么正派 一身正气 那么好的人 否则的话 他在共产党这个体系里面 怎么混的 一开始是很受 毛泽东的重视和重用 毛泽东非常欣赏习中勋 后来呢 是因为高刚的是 毛泽东心虚 才把习中勋打进去 那么多年 那么后来呢 习中勋在有些方面 还是也是做的不地道 那么我刚才 忘了提一下 就是在高刚当年的案件里面 习中勋其实有一件事 做的是不地道的 因为他跟高刚当年 关系非常好 非常近啊 就是毛泽东 在整高刚的时候 并没有想把他整死 就是主要是让周恩来 和刘少奇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刘少奇和周恩来 他们对高刚是恨之入骨 因为高刚提出来 就是要把他们给撤掉 把刘少奇和周恩来撤掉 由他去担任那些重要的职务 那么这些话都是谁说的呢 其实是毛泽东 跟高刚私下里交流 表示出对刘少奇的不满意 对周恩来的不满意 所以呢 就是当时高刚的感觉 就是毛泽东打算 要用自己 也就是用高刚来替代刘少奇 或者去替代周恩来 所以呢 当时信心满怀啊 就是自己跑去 把毛泽东的话 等于是 他没有说是毛泽东说的 但是他呢 去征求别人的意见 征求高级领导人的意见 他认为毛泽东不方便出面做工作 他就去私下里去找了几个人 这个事情我以前讲过多次 这是今天就不花时间再讲 那么就是说呢 后来当高刚的事情 压不住的时候 当这个刘少奇中来开批判会 在整高刚的时候 毛泽东躲到杭州去疗养 因为不愿意当面对峙 不愿意说这些事 所以呢 在那种情况下 后来高刚想不通嘛 多次要求见毛泽东 毛泽东不见 后来他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两次自杀 第一次用手枪 没自杀成功 第二次呢 是用安眠药 积了半年的安眠药 最后吃了 就自杀掉了 在这之前呢 毛泽东曾经有一次 跟习中勋说 说你跟高刚比较熟悉 你哪天去找他谈一谈 说只要他承认错误 我们中央呢 就暂时给他安排到地方上 去担任一个地方负责人 就是地委书记 把他安排到陕西 去当个地委书记 这个然后呢 你做着工作 希望他就是承认他的错误 那么这个话呢 习中勋想来想去 没有去跟高刚说 然后紧接着高刚就自杀了 如果要是讲 习中勋去跟高刚说 这番毛的话 毛的意图 毛并没有想把他整死 希望他先接受现实 做一些公开的检讨 然后呢 先去到地方上 当地委书记 过一段时间 看他的表现好的话 将来有可能再重新用他 但是呢 习中勋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连这样的话 都没有传给高刚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确实做的不地道 到底有没有私心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政治利益权衡的考虑 所以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 可以看看相关的一些书籍和资料 半截墓碑 写高刚的这本书 是相当具有可信度的 有很多知情人说的一些事情 包括李立群 就是高刚的夫人 说的一些话 你可以做一个参照 就是他倒没有直接说这件事 但是呢 说的一些其他事情 可以作为参照 好的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